数学老师给了我一套奥数题 没想到我半个小时就全部做完了 随后他带着一个人来找我 文睿 这是数学教研组的李老师 我把你的事跟他们说了 他们不信 想来看看你的实力 不会又要做题吧 给你半个小时 能做完这张卷子吧 这是往年奥数竞赛的模拟题 高三组整个学校的人加起来 都拿不了满分 你试试 李老师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 对我的实力很怀疑 我粗略地浏览了一遍 用不了半小时 二十分钟就能解决 什么 年轻人实力不怎么样 口气倒是不小 你先做题吧 我也不再理会他们 直接上手做题 不到十分钟就提前做完 我做完了 这么快 不会是瞎写的吧 然而他跃卷的时候神情 从轻蔑变变为了不可置信的样子 我就说吧 他文睿就是个数学天才 现在你们完全相信了吧 这卷子上都是单选题啊 十分钟做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如果不会做 随便蒙一个的话 也很快 你不明白 数学这个东西 跟语文是不一样的 这是历史老师也过来凑热闹 有什么不一样的 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我给你们打个比方吧 这张试卷上全是奥数题 比高考数学还要难 就好比文睿在一天之内 突然学会了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或者说文睿在一天的时间内 把整本左传都背了下来 班主任和历史老师对视一言 同时到夕一口凉器 这十年级主任走了过来 一群人围在这干嘛呢 文睿又闯祸了吗 主任 你可能不知道 我们学校出了一个天才 一个数学天才 就是文睿 他考个大专都勉强 还数学天才 主任 他说的是真的 这张是奥数竞赛的题 文睿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 全部都答对了 他刚准备看一下 上课铃突然打响 我还有课先走了 主任 等你下课 我再跟你详细说 随后 我也回到教授上课 这节是班主任的课 上次的一节课程 我要求你们背离骚 有没有同学先来背 老师 要不我来试试 行 那就你来给我们背诵 其他同学安静 地高阳之苗一息 巴啦巴啦巴啦 巴啦巴啦巴啦 我一口气背诵了一大堆 背得很不错 就算是会背又能怎么样 要是不理解他的意思 高考怎么办 你不是在嫉妒我吗 你懂什么 要是你不会翻译 到时候出这种题目 你怎么办 我劝你不要逞强 你理解他的意思 那你解释出来 给我们听听 巴啦巴啦巴啦 巴啦巴啦巴啦 老师 他刚说的 好像有个地方不对吧 啊 你是不是疯了 他可是可是科代表 他说的话 肯定就是对的 你是有什么不同看法吗 他就是这样的 自己是语文课代表 胡说八道 其他同学是敢怒不敢言 你说我是错的 那你说是什么意思 你翻译楚王那一段是错误的 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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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啦巴啦巴啦 老师 我们两个到底是谁对谁错 文睿你一个大男生 就不要跟女生争了好吗 老师 你说我们两个之间谁错谁对 讲不到这家伙这么大胆 他就不怕被叫家长吗 就是 我看了文睿就是在胡说八道 他懂什么 估计数学那些题都是他抄袭的 然而班主任接下来的两句话 让所有的同学都猛逼了 文同学的解释是正确的 所有人都坐下来吧 我们开始讲新的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